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五和他的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跟大家聊聊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公开化呀 今天会引用啊,美国的媒体华尔街日报和纽约克对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报道 咱们来看一看啊,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它到底是什么 咱们也可以从美与之间的矛盾看一看美国和以色列的未来到底是怎样 之前跟大家谈过啊,以色列的未来那就是一条穷途的陌路啊 美国它其实也没强到哪儿去呀 但是美国和以色列现在在中东地区遇到那么多的问题 为什么美与之间还有矛盾呢? 它的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之前啊,跟大家聊过啊 这个美国要抛弃以色列的话 将会以抛弃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为信号啊 现在美国媒体放出的啊,这些消息 大家也可以看到 美国对于内塔尼亚胡的一个态度 基本上内塔尼亚胡未来 无论做成什么呀 无论战争打到什么样的程度 内塔尼亚胡早滚早了啊 这就是美国媒体对于以色列总理的一个态度啊 美国现在对以色列这样的一种态度 他这个矛盾他到底是什么? 其实啊,咱们先把美与之间的矛盾的根源讲清楚啊 根源其实特别的一个简单 那就是利益不一致 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完全不一致 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啊 以色列跟美国那个关系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好 以色列啊,跟美国的关系啊 好,也就好了那么几年 也就是在啊,劳川普啊 上台当了那一任美国总统的时候 以色列与美国的关系才稍微的缓和了一下 但是美国的啊 美国的这个民主党跟以色列的这个矛盾到底是什么呢 我相信各位看的云里雾里 其实归根结底也是因为利益 他绑定不到一起来 然后从以从内塔尼亚湖这个人啊 这个人来看 其实各位就知道 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矛盾的根源到底在哪了 包含最近的啊 巴尼的冲突 其实把美国和以色列的矛盾推向了一个极致啊 咱们先来看一看啊 内塔尼亚湖现在的一个状态 其实非常的一个惨烈呀 我必须得这样来跟大家讲 内塔尼亚湖想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都找不到 为什么 因为现在啊 无论是美国的媒体 还是其他地方的一些媒体 对于内塔尼亚湖 在这个以色列国内的啊 这个支持度上来说的话 基本上都是啊 非常的不看好 而且完全没有人给这个内塔尼亚湖擦屁股 也就是啊 给这个内塔尼亚湖端个底 替他解释一下没有人这么去做 全部都是以落井下石这种态度为主啊 为什么 刚才跟大家讲啊 这个内塔尼亚湖想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都找不到 为什么 就最近啊 这个以内塔尼亚湖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 也就是啊 好不容易发了一个帖子啊 说啊 我以我内塔尼亚湖没有任何的一个情报啊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情报的这些啊 这些部门竟然没有向我提供任何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汉马斯袭击以色列我都不知道 汉马斯对于以色列啊 有什么样的动作 我不知道 太奇怪了 结果内塔尼亚湖在一些重压之下啊 被迫不得已啊 删除了这样的一个贴文 然后声称啊 我们要团结团结才能胜利 对不对 讲了一大段啊 票汤话 内塔尼亚湖为什么要谴责啊 以色列的这些情报单位啊 原因其实很简单吧 对不对 然后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以色列遭遇的这种境地 不是我内塔尼亚湖的责任 内塔尼亚湖只不过想要找一个替罪羊 找不到 这才是这个问题最可怕的 其实本质上来说啊 就是以色列有没有情报 这个东西根本就不重要 原因很简单 你有情报 他又如何呢 有情报啊 这个汉马斯啊 准备要袭击以色列了 那我们要不要先下的守围墙 对不对 然后先把哈马斯给干了 然后的话 这个这个就不会对以色列产生威胁了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你先下手干哈马斯 也就是先下手 比如说像袭击加沙呀 这样的一些地区的话 再继 再继续的给这个巴勒斯坦人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因为你只要袭击的话 你必然会造成平民的死伤 以色列照样在这个世界上会面对指责呀 这个东西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改变 而且哈马斯还没有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先动手了 你能怎么 你你你你跑到加沙城得大杀一通啊 那以色列现在在世界上遭遇的这种这种抨击吧 也是因为在加沙地区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人道主义危机 造成了很多的平民的伤亡啊 对不对 但没有任何的一个区别 以色列照样挨骂现在被袭击了 他挨骂的时候还可以装可怜我先被哈马斯干了 我报复我报复而已啊 报复都不行吗 对不对 我有没有罪权呢 可是如果说他就算是得到了情报了 他他去加沙城内杀一通 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理由啊 全世界指责你袭击贫民 那个时候以色列怎么办 尤其是美国 美国现在这个态度啊 真的是啊 这就是政治 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这个这个国 这个美国西方的这帮政客是不会跟你讲道德的啊 谁是好人 谁是坏人 跟你讲一通道理 跟你分析 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吧 简单来说就是 有几个要了脸的美国政客有选票呢 对不对 大家都是啊 借坡下驴落井下石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时候啊 你啊 有可用之处的时候 抱着你的手来啊 咱们是兄弟 对不对 你没有什么可用之处的时候 哪怕你需要我 哪怕你是我的小盟友 我也弄死你啊 内塔尼亚胡就是现在这种状态 美国媒体啊 华尔街日报称啊 内塔尼亚胡啊 虽然说一直表现自己很强硬 但是啊 在他这个2009年再次成为啊 这个以色列的总理之后啊 没有对当时已经完全掌控的加沙地带的哈马斯 真正动手 软弱 对不对 你2009年你就当政了 而且你完全控制了加沙地区 你竟然不对哈马斯动手 对不对 而且呢 以色列的安全部门还提出要将哈马斯去军事化 对不对 这个建议你按兵不动 你不动手 对不对 你软弱 你天天告诉啊 全世界啊 告诉以色列人民 你是强硬的 结果呢 这个啊 以色列的这个安全部门说了要去军事化 给这个哈马斯 结果呢 你不做 你不做事 对不对 按兵不动 软弱 这是美国媒体对于内塔尼亚福的报道 华尔街日报 对不对 很多东西会认为啊 华尔街日报这个可能说的是事实 这不是事实与否的一个问题 美国在这一次巴以啊 冲突上的这个表态是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你以色列不能够啊 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啊 对不对 咱们得啊 关注到人道 对不对 咱们得开一个人道的通道啊 从这个埃及的拉法口岸啊 通往这个加沙地带 给运务斯啊 对不对 你看美国 美国现在官方是这种态度啊 对不对 美国喊人道喊那比谁都凶啊 但是如果说真按照美国媒体华尔街日报所说 对不对 控制了加沙地带 然后要给哈马斯去军事化 那哈马斯会老老实实的被去军事化呀 哈马斯不会反击啊 哈马斯反击又是游击战 又是巷战 而且呢 以色列还没有理由 对不对 没有被哈马斯袭击的一个情况底下 这个啊 以着啊 这个对哈马斯啊 去军事化这种由头进入加加地区 那面对袭击 面对啊 游击战的时候 造成了这个平民的伤亡 你美国那个时候是不是又得喊 人道主义危机出现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咱们得有人道主义的走廊啊 对不对 你得尽量的避免啊 造成这个平民的伤亡啊 你美国会不会又喊这些话 现在这个哈马斯袭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所谓的报复自卫权 你美国都在喊 对不对 你得尽量的啊 避免啊 伤害平民 这就是美国人 大家看到没有 美国现在给那塔尼亚乎一点退路吗 对不对 这不就是啊 美国的政客吗 要脸吗 讲道德吗 谁正义 谁邪恶 没人听正义邪恶 对不对 大家看的是什么啊 大家看的是利益啊 你那塔尼亚乎与美国的利益一致的话 美国帮你那塔尼亚乎 利益不一致的时候 抛弃你 对不对 跟玩一样 对不对 这就是那塔尼亚乎的一个未来 这也是以色列的一个未来 最开始跟大家讲 以色列与美国 他有利益不一致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利益不一致到底在哪 那就要看啊 这个内塔尼亚乎的这个状态 美国想要借着以色列干嘛 以色列自己想要什么 或者说以色列想要利用美国什么 这个咱们得分开来说 这就是美与之间的关系嘛 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需求 以及以色列对于美国的需求啊 那美国对于以色列的需求很简单 我相信很多东西都了解啊 以色列那就是啊 美国在啊 西亚地区安插的一个脚屎棍 对不对 然后的话就是影响沙特 影响伊朗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跟大家也讲过嘛 这就是美国一直以来玩的那个手段 踩一捧一 踩伊朗捧沙特啊 踩沙特伊朗捧以色列 然后的话造成地区的不平衡 造成地区上的互相的牵制 互相的消耗 只要你们啊 不能够团结 你们就会相较而言 互相的拖对方的后腿 让自己越来越弱 那美国相较而言 就会越来越强 而且美国在地区上 地区上的影响力将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尤其是沙特和以色列 当初都是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对不对 以色列跟沙特发生矛盾的时候 那沙特这个时候就喊 美国爸爸赶紧来 以色列欺负我 以色列也得喊 美国爸爸赶紧来 沙特欺负我 这就是美国一直以来玩的 对于美国而言 以色列是那个工具 对不对 然后呢 以色列呢 以色列对于美国而言呢 如果完成了啊 这个美国这个目标 当美国的工具的话 那可能 以色列会有一个好报 但是的话 对于以色列而言 他有一个极大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啊 这个 这个内塔尼亚湖 所在的这个利库德集团啊 他是犹太人里的极右翼啊 想当初拉宾得的那个结果 对不对 那就是啊 被刺杀 也就是被犹太人里面的极右翼 刺杀掉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你就知道 犹太 以色列犹太人里面的极右翼 特别的一个狠 他就是绝对的不软 就是要硬 为什么呢 因为那就是我应该的 他认为他的软弱是妥协 啊 只要我跟你啊 这个巴勒斯坦人谈了 那就代表着我 我待在这边地区啊 那就是 那就是不应该的 对不对 我强硬是为什么 是因为 我在以色列这边 我有拥有十足的法理 对不对 我的旧约就是我的法理 而且耶路撒冷就是我的啊 耶路撒冷就是我们啊 犹太人的圣诚 我跟你谈 那好像我理亏的一样 我不能够跟你谈 这就是以色列内的啊 这个极右翼的一种思想 他绝对不软 他就要跟你硬干 硬干硬干出来一个结果 那就是没有后路啊 现在巴以的冲突 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呀 美国想要以色列干嘛 之前跟大家也讲过 如果以色列当美国的工具 去影响西亚这些国家的话 对不对 然后美国可以间接的 控制西亚地区的这些石油 美国的影响力 还会在西亚继续的发展 那你以色列有用 结果以色列没有啊 没有达成美国人这个目的呀 对不对 以色列展示自己比纳粹还纳粹 想要激怒西亚周边的这些国家啊 与西亚这些国家正面开战呢 如果说西亚这些国家 真的是带着兵攻击了以色列 以色列拥有自卫权 他高喊着反侵略 就可以跟西亚这些国家开仗 然后美国这个时候 不管是使用军事的 还是使用外交的 美国的影响力在西亚必然会存在 为什么呢 以色列现在按照单个国家的军事实力而言 他确实是强过西亚这些国家 很多同学不认为啊 以色列没你说那么强 你要懂点军事的话 你就不会说这种话 对不对 尤其是比如说 咱们不说沙特 不说伊朗 不说埃及 说实话 哪怕说沙特 哪怕说埃及 放在以色列面前 现在都不够用 为什么呢 大量的美式装备 美国不给授权 你用不了 F16不给授权 飞不上去 就算飞上去了 美国不给授权 你导弹也打不出去 这就是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啊 埃及与沙特 大量的美式装备 怎么办 怎么样跟以色列打呀 然后约旦 对不对 约旦这个国家 也有F16啊 面对的同样也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啊 而且约旦全国十万的军队 以色列呢 国家不大 军队多呀 军这个军事装备 也比约旦要强了 你让约旦上战场 那不是推着约旦去送死吗 首先美式装备不能用啊 军事实力还不比以色列来强 对不对 现代战争是什么 你没实力的时候 人家打你杀你 就是砍瓜切菜呀 而且人家不会有任何的一个损失啊 看一看当年的美国的F16干啊 这个俄罗斯的啊 这个米哥29 在西亚这片战场中东战争上是如何如何打出了一个零伤亡的一个结果呀 稍微有点强的话 那就是一个碾压局啊 这就是现代战争 在这个啊 重机枪发明之后 这个骑兵的作用越来越小 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对不对 有了重机枪 我就是砍瓜切菜呀 对不对 我不会有任何的伤亡 你连进我的身你都进不来呀 所以说呢 以色列想要激怒西亚周边这些国家 他没有没有达成自己心里面那个愿望 自己的目标没实现 你像像伊朗这种国家 他又在直接骚扰美国军事居地 对不对 伊朗也没有带着大兵攻向以色列 所以说美国的西亚地区 现在特别的一个难受 美国也想要在西亚地区延伸自己的影响力 结果呢 把以局势恶化 导致自己的军事基地 在西亚地区待的越来越不稳 被这个啊 被这个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这些民兵组织天天袭击 而且美国还不能还不能反抗 这才是这个问题最恶心的 对不对 要反抗的话 你美国站在以色列那边成为西亚共同的敌人 那像沙特啊 约达 对不对 卡纳尔阿联酋 这些国家的作用就可以发挥出来了 我石油减产 你美国的通货膨胀甭解决 所以说啊 就是对于美国而言 想要借着以色列这个手 因为美国自己没办法动手 然后啊 跟啊 西亚这些国家打仗 以色列没有达成这个目标 啊 这相较而言 那以色列对于美国来说 没有作用了 然后呢 这个以色列啊 要打架杀 其实美国并不乐见 以色列去打架杀 为什么呢 打架杀 你美国要不要给武器弹药 给钱呢 就像美国支持乌克兰一样 那你说美国能满意色列吗 但是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 他为什么要进架杀 原因也很简单呢 要展示自己强硬吗 因为他毕竟是利库德集团呢 他是代表着以色列犹太人 极右翼的犹太人的这个利益啊 对不对 他为了自己着想 我进一下架杀 然后你美国来支持我 可是对于美国而言 你这样去做 我美国的军事基地被袭击 你这样去做 我还得给你钱 给你武器 我凭什么帮你啊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没有 美国跟以色列的矛盾出现了 美国跟内塔尼亚胡的矛盾出现了 而且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进加沙也不见得打得赢 打赢之后 这个问题也不会消失 为什么 自打拉宾跟阿拉法特啊 被刺杀 被投毒啊 之后 然后的话这个哈马斯的势力 才真正的起来 对不对 哈马斯为什么起来 那就是因为你 以色列的机有意义啊 你表现的那么强 那么硬 太欺负这个巴勒斯坦人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巴勒斯坦人不干了 这个哈马斯就表现的越来越极端 要跟你跟你以色列硬刚 对不对 这就是哈马斯出现的一个结果 哪怕把哈马斯的这些领导层全抓了 有什么用啊 他还会出现别的对抗你以色列的一些组织啊 因为仇恨还在啊 你没有 你没有把最根本的问题给他 给他啊 给他解决掉 对不对 你能把啊 这个阿拉伯人全部砍了 全部杀了吗 你犹太人早些年 对不对 然后德国纳粹啊 针对犹太人做那些事啊 遭的那些殃 遭的那些罪啊 被屠杀 屠杀完了吗 这就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 所以说呢 哪怕是啊 这个内塔尼亚胡派兵进了加沙 真的是打赢了 问题也解决不了 问题也解决不了 那如何 如何啊 这个这个 让这个以色列存活于西亚这片地区呢 那只好 对不对 一直打 对不对 打一次不算完 要一直打 打完哈马斯 打下一个 对不对 然后打完下一个之后呢 西亚这些国家谁敢顶 谁敢硬 我就再打他 这就是内塔尼亚胡想要的一个结果呀 可是对于内塔尼亚胡而言 对于以色列而言 有这种扩展的意识 扩张的这种意识吧 然后的话 他有一个根源 这个根源在哪 在美国 美国强的时候 美国可以当你以色列背后的那个保障 对不对 保障你往外去干 然后不会吃败仗啊 不会吃到亏 然后呢 你能占到越来越多的一个地盘 尤其是比如说 大家可以看看以色列最强硬的 也就是拉宾被刺杀之后 也就是沙隆啊 内塔尼亚胡上台之后啊 然后以色列最强硬的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正好是美苏冷战结束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一枪 一抄毒强的一个时代 所以说以色列啊 他可以往外去扩张 对不对 他可以啊侵占 这个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 这个约旦和西岸的呀 等等大量的土地啊 被以色列人给占了 才会有这种结果出现 他靠的是谁 靠的是美国呀 几次中东战争 以色列能打赢 靠的也是美国呀 问题来了 那以色列可能认为自己真的是强到不能行了吧 可能真认为自己啊 硬的 硬的 不能再硬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没看到这个世界之上 美国的实力有点不济了呀 这才是发生现在美国与以色列矛盾最根本的地方啊 以色列这边就想着你美国要支持我 美国说我自己都快救不活了 我还要支持你 还得给你花钱 你又算哪根葱啊 所以说大家也就看到了美国媒体对于啊 这个内塔尼亚湖这个不满 那叫甚嚣的陈上啊 对不对 今天跟大家讲的啊 华尔街日报以及纽约时报 对于内塔尼亚湖的报道 都是非常不利啊 其实啊 虽然说刚才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 你看华尔街日报报道内塔尼亚湖的啊 这样的一个形象 哎呀对不对 这两头堵内塔尼亚湖啊 想要退路都不给啊 对不对 你美国现在天天喊的都是人道主义 结果你说啊 内塔尼亚湖刚上台的时候 就应该强硬的对待哈马斯 让哈马斯去军事化 可是那个时候去军事化 哈马斯照样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啊 会伤及贫民呢 对不对 就得去加沙地带大量的使用啊 这个军事的手段 也消灭哈马斯啊 那个时候如果发生这种事 你美国不照样也得喊这种啊 正面的话 对不对 因为你要顾及西亚这些国家的感受啊 那我现在做了 那你现在又说我做的不对 你两头堵啊 内塔尼亚湖 美国好无耻 但是讲完美国无耻 刚才又跟大家讲了 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完全不一致 内塔尼亚湖 想要牵着美国走 那就美国自己现在都自顾不暇 还要顾你以色列 那又凭什么呀 对不对 你以色列能够当成美国的工具来说 美国会在乎你 你当不成了 你还要消耗美国 那美国凭什么帮你啊 但是咱们就看到 这就是国际政治最残忍 最残酷的一个地方啊 有用 当然是帮你 没用 谁管你死活呀 而且你还要影响我的利益 我当然要骂你了 然后纽约克的报道 其实更损的 为什么这样去说啊 纽约克报道啊 弄了一个民调啊 以色列人的民调啊 然后的话认为 内塔尼亚湖应该辞职的 以色列人有近90% 对不对 有近90%人支持 内塔尼亚湖下台 你就知道内塔尼亚湖 现在纽约克 在美国媒体的嘴里边 那简直人神共愤了 那不是人了 对不对 以色列人都嫌弃他 但是大家得知道啊 很多人认为啊 这个民调就是个事实 民调不是事实 民调是工具 民调是体现 一般老百姓心里面 那个愿望 但是一般老百姓心里面 到底是怎么想 你是不知道的 他只是体现啊 这个一般平民 一般老百姓啊 认为这个事情 到底应该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应该 他不是真实情况 尤其是媒体玩民调 媒体玩民调 更加的是一个工具 工具 为什么呢 哪怕说现在以色列人 不支持内塔尼亚湖的话 美国也支持内塔尼亚湖 美国支持内塔尼亚湖 以色列民众反对 那美国媒体可以这样去做啊 这个以色列人可能还不理解 以色列现在遭受的这个困境啊 只有以色列足够强硬 以色列才能够存活于西亚呀 现在对于以色列而言 那是存亡之秋 对不对 现在这个我一定要团结 抵抗啊 才是 才是正确的啊 以色列人可能有点不理解 那大家胡 同样是对不对 九成反对内塔尼亚湖的一个民调 你的解释不同 你的理解也会不同啊 可是美国的态度是什么呢 谁给谁替你内塔尼亚湖解释 该抛弃就抛弃啊 所以开始跟大家聊 今天要从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矛盾啊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美国和以色列的一个未来 那以色列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内塔尼亚湖必然被抛弃 哪怕啊 战胜了这个哈马斯 内塔尼亚湖在美国媒体的嘴里面 也是必然需要下台的 对不对 你给以色列找了大麻烦 其实本质是给美国人找大麻烦呢 然后呢 内塔尼亚湖下台 那就算打赢了 不管是打赢打输 打赢的可能性非常小 那以色列想要不得罪西亚这些国家 不得罪西亚这些国家 存在于西亚 对不对 然后呢 那怎么办呢 只能寄希望于美国越来越强 对不对 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他来了 美国没有越来越强 而且西亚这些国家看到了美国的衰弱 美国的衰退 美国的衰落呀 对不对 为什么啊 从哪能起现得出来呀 看中美博弈啊 看中美博弈啊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事情 是中美博弈的事情 中美博弈对于中东的局势 也有直接的一个影响的主要原因 举个例子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过美国硬的时候 中国啊 在南斯拉夫的大使馆里边啊 这个没有撤管 对不对 工作人员还在里边工作 美国都不忍你 你一个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你 你手无寸铁呀 你能伤害美国什么 美国不忍你 为什么呢 美国看不过呀 啊 你谁让你啊 表态那个态度上是支持南斯拉夫的呢 对不对 你中国说啊 你跟南斯拉夫关系好 对不对 你得有个姿态 你中国确实也没办法实质的支持 南斯拉夫能够打赢美国人 打赢北约的军队 你每个你中国也没这个能力 你只是做个姿态 但是我美国看你不爽 我就炸你的大使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你所谓的工作人员手无寸铁 我我管你手无寸铁 只要我不爽我就干你 这是美国当年 对不对 可是走到现在变成什么样的 中国六艘军舰 只有六艘军舰 不多 对不对 052D L054A 对的 还有补给舰两艘 只有六艘军舰啊 在这个中东地区 晃来又晃去啊 你美国怎么不敢打了呢 不敢炸了呢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实力下降 中美博弈的一个态势啊 对不对 你美国为什么不炸中国的军舰呢 想当初啊 在南斯拉夫大使馆啊 工作的那些中国的工作人员 手无寸铁 对于你美国造不成任何的威胁 你美国都要打都要杀 就是因为都在 竟然敢支持你美国的敌人 南斯拉夫了 对不对 那个态度支持都不行 现在我中国不仅是态度上支持 西亚这些国家 而且我还有六艘军舰 打呀 炸呀 炸陈两艘啊 敢碰吗 对不对 敢碰吗 为什么美国不敢碰啊 实力不济了吗 还是那句话 东风二十一 享受一下 让你享受一下 对不对 什么叫啊 末端史马赫 这就是中美博弈的一个态势 美国不行了 那怎么样在西亚地区待下去啊 对不对 以色列只有和解一条路啊 大家得知道啊 很多同学最近啊 把这个矛头指向这个犹太人啊 犹太人好像劣根性啊 犹太人有没有劣根性 全世界所有人都有劣根性啊 大家得知道这一点啊 但是的话 这个目标错了 目标错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会不会灭国 就算灭国啊 他也不是一天两天 能够灭国的 咱们的目标其实很清楚 解决问题 给西亚地区 给中东带来和平 如何带来和平 很多同学最极端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矛头指向啊 犹太人 那你能够把西亚地区的犹太人 全部一个一个啊 给砍了吗 大家看现在这个巴以局势的这些视频的 这些消息啊 我能理解心痛 我说说我看到那些视频 我也难受 为什么大量的孩子遭殃啊 大量的这个儿童 因为战争丧失生命啊 这个真的是正常人没办法接受的一个事情 但是如果把矛头针对了犹太人 那犹太人里面有没有孩子啊 对不对 有没有大量的儿童 小男孩小女孩 对不对 如果说啊 真的是他们都有劣根性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一个一个全砍了 是吗 能这样去做吗 那如何解决问题呢 要和平 那如何能有个和平呢 以色列得知死活呀 对不对 美国不行了 撑不住你了 那你就得学会跟西亚这些国家共主 90年代之后 你以色列搞死了拉宾 然后暗杀了这个这个啊 这个阿拉法特 对不对 你越来越强 你强这个约旦和西亚啊 这个巴勒斯坦人的土地 你都可以做 因为美国强 对不对 你可以打中东战争 说灭哪个国啊 说干哪个国 你就干哪个国 说欺负谁就欺负谁 那个时候美国强 美国不行了 你就得学着软下来 你要跟西亚这些国家合作 对不对 你得知死活 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未来 不然的话 以色列这个国家未来 那就是无穷无尽的战争啊 打起来没完 而且还打不过别人 为什么 因为美国不行了呀 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 沙特 你再给他五年时间 你看看沙特最近啊 给中国买的合成旅 沙特所谓要跟中国这边 买12艘052D 对不对 然后再给五年时间 这些装备都成军了 这些装备到货了 那以色列拿什么篮呢 对052D上面的英机21 以色列拿什么篮 对不对啊 合成旅 中国的合成旅 美国有吗 从无人机到地面的这些啊 这些装备 对各种各样型号的无人机 你那个美国他现在有吗 所以说以色列怎么打 就连沙特这种国家 未来如果说把大量的美式的装备淘汰掉 换装中国的装备的话 以色列要出大问题啊 所以说以色列现在 对不对 要学会求活 这就是以色列的未来 不然的话 那就是无休无止的战争 而且他还打不赢 这就是以色列的一个未来 以色列自己选 对不对 这就是还是那句话想要啊 这个想要永久和平 想要啊 为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 就得同意两国方案的一个主要原因 王毅对以色列外长讲的这个话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 那美国的未来呢 对不对 美国啊 那以色列 以色列啊 这个国家跟美国在西亚的什么关系啊 刚开始跟大家讲了吗 那就是啊 美国的一个工具 控制西亚的一个工具啊 可是呢 对不对 现在你美国 你没办法帮得了以色列了 那以色列也恨着你美国 那美国现在也想要抛弃内塔尼亚湖 对不对 那美国在西亚地区 还怎么样能够啊 把自己的影响力待得更久一点呢 美国现在也在为自己找后路嘛 天天喊人道 也喊两国方案 也喊巴鲁斯坦人民建国 对不对 美国也喊这些话 那美国可以啊 借着能够压制驻以色列与啊 这个西亚国家进行啊 和谈 但是呢啊 能够让啊 美国与西亚这些国家不至于翻脸 但是问题来了 核心的问题还是你美国越来越弱了呀 对不对 你美国啊 人家可以不跟你翻脸 但你美国弱了之后 人家凭什么买你美国的账 而且呢 你美国在西亚地区 你没有真正的抓手来控制西亚地区了 原来对于美国而言 美国在西亚地区的抓手 就是伊朗沙特 沙特这个以色列之间的一个关系啊 对不对 踩一捧一吗 美国如果说失去了以色列 以色列与西亚这些国家 真正啊 按着头和解了 那美国在西亚的未来 看似能够啊 这个关系和缓 但是呢 你实力弱了 人家也照样不买你的账 而且你美国原来在西亚地区的工具也废掉了 这也就是美国的一个未来呀 其实咱们可以从啊 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关系都能够看到 美国的未来呀 美国在全世界实力的衰弱 全世界的啊 这个影响力的下降 原因是什么 对不对 大家看到了吧 美国国务卿布林腾所说的后美国时代 所说的这个啊 多元世界的到来 对不对 一超独是独强的是时代 过去啊 到底是为什么 这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美国自己实力不济 中美博弈中国起来了 对不对 美国在西亚地区 如果未来没有一个好口碑的话 西亚地区这些国家坑美国 那将会义无反顾啊 而且以色列越折腾 人家越恨你美国 就看一看 对不对 这个加沙打的越热闹 这个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美国军事基地 就被袭击的越多 这才是主要的原因呀 对不对 美国啊 未来控制不住西亚 那西亚现在跟中国的合作越来越多 对不对 就看一看 去年的啊 沙特与中国 海河会与中国的这个峰会 这个合作已经定下来了 也就是未来的石油人民币 或者说人民币的国际化 这个速度必然会加快呀 美国的未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再持续的啊 顶下去吗 像以色列表现那样 就得硬 对你硬是吧 可以啊 没问题啊 这两天给你硬 哪怕你击败了哈马斯 关系没修复 关系没修复 等你弱的时候 那未来这个战争就没完没了了 而且你的弱是一个必然 以色列的弱是一个必然 是因为美国弱吗 相较于中国而言 美国越来越往后退呀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美国愿意像以色列这样吗 因为他自己越来越往后退呀 美国的问题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美国的实力又下降 美国想要解决问题 又得靠中国 可是跟中国的关系不好 那如何解决问题 对不对 要硬吗 所以说呢 咱们可以从这些新闻 能够看到中美博弈的未来呀 好吧 今天这一期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我们下午前有机会 咱们下午前有机会